好 另外让大家疯狂抢购的还有这些东西了 卡通人物跟业者的一夜结合最近就很热门 像是呢 在超商的龙头就打出了愤怒鸟这个换购的活动 宣称呢 可以带动一成的业绩 至于在速食业者则是在打Kitty牌 不过呢 大家可能眼尖人发现了 这一回加购的价格门槛提高了 变成了99块钱才可以兑换一只Hello Kitty Kitty玩偶大变身 这次他们要卷土重来 化身成为速食店的经典人物 预料打算让粉丝再度掀起收藏热潮 民国88年 速食店曾经一口气推出四款Kitty造型玩偶 至少替业者带来将近三亿元营收 如今13年后再度推出玩偶加架构 还附加60公分的大玩偶抽奖 只是游戏规则变得更严苛 当年买套餐花69元就可以加买一只玩偶 现在是买任意商品要再加99元 才可以带一只Kitty回家 就差不多69左右 69到79 对 这样才能接受 就是我会在四周就是推出的这期间 我都会尽量的来帮我换他们 我想在活动的期间呢 有一层的顾客会因为这个Hello Kitty而来 尽管有人喊贵 不过业者还是看好市场反应 就连儿童餐玩具也有PT 瞄准卡通人物创造出来的高收益 超商龙头则是一推出 《愤怒鸟》大口碑来做卖点 推出不到一周 宣称业绩多了一到两成 品牌意义结合越来越频繁 所创造出来的产品附加价值 也成为创造三营的市场考量 中天新闻 邱小贝 正人宗 台北宝宝